新聞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先要告訴您 中國國台辦今天在記者會上 宣布 日前在臺灣 輸入的冷凍白帶魚包裝 樣本上驗出了新冠病毒 因此暫停相關業者進口申報 一個星期 我方政府則要求對岸 提出完整的科學證據 中國既禁止石斑魚進口之後 國台辦15號 又在記者會上表示 從臺灣的冷凍水產品 外包裝樣本中 檢出新冠病毒核酸陽性 因此早在10號起 暫停接受進口申報一週 從臺灣輸入的大陸的冰先 以及冷凍水產品的外包裝 樣本中檢測出了 新冠病毒的核酸陽性 那麼海關將加大 對於臺灣輸入冷鏈產品 及其外包裝的 這個新冠病毒核酸的檢測 雖然馬曉光稱沒有針對特定品種 不過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官網顯示 從一批冰先的白帶魚包裝樣本中 檢出了新冠病毒核酸陽性 農委會跟陸委會都表示 中國應該要提出科學證據 目前科學實證上面來看 並沒有發現說 病毒它會透過水產品 傳染給人的相關研究 那中國在近年來 它針對不同的國家 不斷地以COVID-19為理由 在影響國際貿易 那我方也會透過兩岸的相關平台 具體要求中方提供 吳秀梅表示輸出品並非食藥署把關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 輸入品都沒有發現有殘留新冠病毒 而國台辦也在記者會上回應 禁止食斑魚進口 是正常的安全防範舉措 強調科學合理 對此我國政府也已多次提出抗議 記者 台北報導 再來看入境臺灣的檢疫措施 從今天開始縮短為三加四 新制度上路第一天 大約有四千五百名旅客入境 桃園機場也做了各項新的規劃 獲得許多民眾好評 凌晨時刻桃園機場的入境旅客 已經排出長榮準備入境 機場公司為了落實防疫控管 除了在大廳 偵設親友接送區 讓民眾可以儘快接到反國的家人 還進行車輛接送區的管制 民眾普遍覺得規劃十分貼心 入境檢疫措施 縮短為三天居家檢疫 再加四天自主防疫 交通部表示 未來會試疫情變化 針對機場親友自接再做調整 指揮中心強調旅客入境申報時 只要勾選親友接送 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請 在自宅內自主防疫一人一戶 如果無法配合 需入住防疫旅館 自主防疫必須外出以工作採買生活必需品 或上班參訪等商務履約為主 防疫旅館自主防疫外出未歸失聯 由業者協助於次日上午通報地方政府 自主防疫期間變更地點 可向地方申請以一次為限 由於邊境放鬆 初步規劃每週路徑人數上限為二點五萬人 指揮中心指出 上午約有九百八十名旅客完成路徑 預估十五號約有四千五百位旅客路徑 記者 陳嘉欣 謝震寧 陳顯坤 綜合報導 今年慶祝創立一百五十週年的 美國黃石國家公園 才剛剛進入夏天的旅遊 旺季 就下起了前所未見的暴雨 洪水把整棟房屋都沖走 道路也被截斷 當局宣布關閉所有的入口 這也是三十四年以來 黃石公園首度全面關閉 這棟房子的底座因河岸被掏空 已無法支撐 整座房屋掉入水中 被沖走 且因水勢強勁 漂流速度極快 當天黃石國家公園 還有一座橋被沖走 道路也被沖毀 並有土石流 當局宣布關閉園區的全部五個出入口 也是三十四年來首度全面關閉 蒙大拿州卡本郡也發布 有疏散力 官員表示 這場大洪水是因最近當地發生 前所未有的降雨 所導致 北側受創最嚴重 黃石公園園長 蕭麗表示 被環線可能會關閉很長一段時間 目前首要任務是疏散北側人員 當地已有多處道路跟橋樑損壞 蒙大拿州加德納社區就位在黃石公園北側 也因道路中斷已被隔絕 數百名遊客受困 還有部分地區停電 直升機及船隻出動救援 目前水位正在下降 官員正在評估損失 蒙大拿州州長宣布全州範圍內有災難發生 科學家表示 若無更廣泛的研究 不能將單一氣候事件歸咎於氣候變遷 但氣候變遷的確造成更多 頻繁的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 例如風暴 旱災 洪水及野火 蒙大拿州有大洪水 西部則有部分地區處於炎熱 乾燥 及大風的狀況下並有野火發生 公視新聞 黃碧玲編譯 好 繼續要帶您來看位在中國四川的三星堆遺址 因為在本來的出土文物當中 青銅氣人頭的長相很奇特 曾經被猜測是來自外星人的文明 而最近這裡又新出土了大量文物 包括了博道像紙張的青銅片 考古學家指出 三星堆遺址 跟中國其他地區的文化有緊密聯繫 而年代已經確定是距離現在 大約三千兩百年的商朝晚期 考古人員小心翼翼檢查 再慢慢將文物吊起 中國四川知名的三星堆遺址 這兩天公布重大發現 考古人員在祭祀坑 新出土約一萬三千件文物 其中包括首度發現形狀 類似烏龜背部的網格狀器具 月光寶和 還有蛇身銅人像 青銅鳳鳥 鏡面照同頭像 以及跟紙一樣薄的青銅片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星期二指出 新出土文物跟中國其他地區文化有緊密聯繫 顯示三星堆遺址所屬的古屬文明 屬於中華文明一部分 學界也證實三號到八號祭祀坑 年代為商代晚期 距今約三千兩百到三千年 一九二九年一位民眾無意間發現 三星堆遺址 引起中外學界關注 被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一九八六年中國學者開始進行大規模考古工作 至今已出土青銅器 玉器 金器 陶器等五萬多件文物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青銅器人頭 因為樣貌奇特 不像漢族文化 一度被戲稱來自外星人的文明 去年考古學家在三星堆遺址挖出巨大金面具 更是引發不少話題 公視新聞率您編譯 在新發現的歷史文物出土同時 也有事物正在走進歷史 號稱全世界最大海上食府的珍寶海鮮坊 接待了各國貴賓將近半個世紀之後 還是成為時代的眼淚 其實這個地點在一九二零年代 就有船家開設私人飯館 到了一九七零年港商王老吉 集資興建了珍寶海鮮坊 沒有想到隔年卻在裝潢的時候發生大火 釀成三十四人死亡的慘劇 後來再由澳門賭王和香港富豪合資翻修 在一九七六年正式開業 這個珍寶海鮮坊的佈置相當華麗 據稱花了新台幣上億元打造 很快就成為香港的地標 幾十年來曾經有無數的遊客和名人來訪 包括了英國女王 還有好萊塢大明星Tom Cruise 香港電影也非常喜歡在這裡取景 臺灣觀眾印象最深刻的 應該是周星馳的食神 還有無間道第二步 但是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二零一三年珍寶海鮮坊 開始出現虧損 面對這兩年的新冠疫情 更是無力招架 而因為找不到人來接手 餐廳在二零二零年的三月份 已經停業 並且在昨天有幾艘船隻脫離了避風塘 珍寶海鮮明的印象 未來只能夠存在香港人的記憶中 在十多艘托船的護送之下 香港的著名水上餐廳珍寶海鮮坊 緩緩離開港口 曾經風光一時的餐廳 近兩年不敵疫情 黯然宣告熄燈 餐廳內部仿咒中國宮廷設計的風格 金碧輝煌 由周星馳一九九六年所主演的電影石神 就曾經在這裡取景 包括天花板的佛像 氣派的龍椅 都是遊客的打卡熱點 也是許多名人指名造訪的地方 曾寶海鮮坊 船隻在一九七一年建造而成 一九七六年正式開業 由於曾寶海鮮坊的牌照 今年六月到期 母公司表示短期內不可能復業 加上香港目前沒有可供珍寶海鮮坊 停泊的位置 因此將餐廳脫離香港 也減輕成本負擔 附近居民都感到很不捨 大船驶離 也宣告香港人的共同詭異 又少了一個 香港媒體形容 這是時代巨輪下的結果 母公司表示不會對外透露 珍寶海鮮坊接下來的存放地點 將近代新的經營者出現 記者朱鋒至中建綱綜合報導 據上為您報導 美國一個社群軟體Snapchat 過去曾經發生 有人在平台上面賣假的止痛藥 導致顧客服用過量藥物死亡 而多名死者家屬 最近到公司門口示威抗議 要求採取行動 阻止悲劇再度發生 帶著一張張死者的身前照片 受害者家屬們前往社群軟體 Snapchat公司門口示威抗議 要求契約方採取行動 解決不效人士 利用社群軟體賣假藥 導致消費者死亡的問題 外媒報導 2021年美國有十萬七千個案例 因為服用過量藥物死亡 其中有七成死因 是類鴉片藥物芬泰妮中毒因器 也是十八到四十五歲 美國人死亡的主因 受害者家屬表示 有不肖人士透過社群網站 Snapchat聯絡到死者 並且向死者推銷不同樣貌的止痛藥 還趁著家屬半夜睡著時 將藥物快遞到死者家 同樣的犯罪手法在過去不斷發生 導致許多年輕族群死亡 經關Snapchat企業發言人表示 一直有利用先進技術 主動檢測過濾跟刪除非法賣藥者 又阻止使用者搜尋危險藥物的相關字眼 但消費者家屬指控 這些措施無法起到作用 因為無法阻止賣假藥的不肖人士 利用表情符號跟暗號文字 而非法藥物受害者團體 則是要求要修正在一九九六年 制定的網路相關法律 要讓社群網站公司 對用戶在平台上發生的事情負責 而在另一方面 可以巧妙合成畫面的身衛技術 deepfake 經常被有心人拿來做移花接木的犯罪行為 但其實這項科技也可以用來做好事 例如英國就把栩栩如生的身衛人像 做成了動態廣告刊板 攜尋失蹤人口 吸引了更多路過民眾的注意 也讓家屬重新燃起了希望 倫敦街頭的大幅廣告刊板上 一名少女微笑地看著過往的行人 雖然天色陰暗下著雨 還是有人停下腳步注意刊板內容 我們坐在那裡超過一小時 至少百分之百分之百人都看著 那是所有人都可以問的 刊板上的少女是克萊爾的女兒 她在二零一九年十九歲時無故失蹤 家人找了她三年多 就是音訊全無 後來她們決定採用身衛技術 製作協訊廣告 希望獲得更多人的關注 我們只能獲得一段時間 只能獲得一段時間 採取別人的視訊 讓他們向我們的訊息 所以令他們更活躍 而更活躍 會很重要 這項利用人工智慧的協訊廣告 不只用動態影像取代傳統照片 也將失蹤字眼改成協訊字樣 上面還附有QR Code 可以連結網站 秀出失蹤地點的地圖 以及個人背景資料 看到廣告上栩栩如生的畫面 克萊爾感覺女兒仿佛已經回到身邊 內心相當激動 而新科技合成的動態影像 也更能打動路人的心 英國每年有7萬名孩童列為失蹤人口 雖然多數人在48小時內會回家 但有些家長就是盼不到孩子平安歸來 採用身衛技術的協訊廣告 讓家長從來希望 專家也認為 將比傳統廣告更有效果 公視新聞曾惠民編譯 我們曾經報導 英國政府計畫 把一些經由非法途徑尋求庇護的外國人 送到非洲的盧安達去安置 不過呢在行動之前 卻遭到了歐洲人權法院的干預 一架再有七名偷渡客的包機 帶停機坪等了十一個小時 最後還是沒有起飛 這架停放在英格蘭西南部空軍機場的 破音七六七型客機 原本計畫十四號晚間 將再送一百三十名尋求庇護 失敗者前往非洲盧安達首都基加利安治 但在人道團體與律師 以健康或人權理由馬不停蹄的 向倫敦法院提請訴訟之後 人數大減到只有七人 最後又在歐洲人權法院 以及上一名伊拉克庇護申請人 人身安全存疑 以及庇護申請程序未完成為理由 才定英國政府的這項驅逐行動 應該等待英國法院七月 就政策的合法性 做出最後判決後再執行 對此內政大臣巴特爾 透過聲明表達失望 但稱不會被嚇到 將立刻著手準備下一班 遣送透渡客出境的工作 首相強森當天稍早 在內閣會議上 就指出早就料到 會有一場漫長的司法戰爭要打 強森政府以兩千萬英鎊和盧安達所簽訂的非法移民之計劃被外界戲稱是難民外包 消息一曝光就遭到在野黨慈善團體教會領袖的強烈批判 指責這麼做不人道 聯合國難民總署的官員甚至用災難加以形容 英格蘭教會兩名高層神職員員以及二三位主教 則公開譴責 這是讓英國蒙羞的不道德政策 上週末有報導指王初查爾斯斯底下 向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表示 政府這套計畫令人震驚 恭喜新聞網紅編譯 再來關心非洲國家南蘇丹經歷史上最嚴重的糧食危機 因為國內衝突洪水疫情還有俄烏戰爭等等的因素 目前一千兩百萬人口當中多達三分之二正面臨飢餓 非洲內陸國家南蘇丹正面臨2011年建國以來最嚴峻的糧食短缺 14號世界糧食計畫署WFP駐南蘇丹代理首席代表向記者表示 估計有超過三分之二約830萬的南蘇丹人正面臨飢餓 但現在WFP卻因為缺乏經費僅能提供部分人填飽肚子 南蘇丹的飢餓問題原因多元 包括國內敵對勢力衝突不斷人民流離失所 氣候變遷導致連續三年發生嚴重洪水 耕地無法種植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經濟更加蕭條 以及今年的惡物戰爭引發的全球糧食危機等 都使問題惡化 更令人擔憂的是 接下來六至八月是欠收季節 許多家庭如果耗盡存糧就會爆發饑荒 WFP呼籲世界重視南蘇丹正在發生的人道危機 提供急需的資金來幫助數百萬劑的生命 獲得溫報 公視新聞網雅方編譯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新聞全球化 我是黃明明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既然兒子 法定人 boost 超級傑付 既然很嘉興 既然很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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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有關於採取 既然有關於採取 既然很嘉賓 既然很嘉賓旦可贓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